講到 今天第六次 第五次裡面我們大概就是把那個一些 FOR迴圈 這個FOR迴圈 將來其實用到的機會非常的大 因為舉凡你只要把需要把所有的資料都抓出來的話 那就一定會用到FOR迴圈 那這個FOR迴圈的話你可能要熟悉啦 就是說那個FOR 比如說I 哪一個IN 哪一個RANGE 通常會後面會配合一個RANGE 那個RANGE的話是從初始詞有沒有 逗點後面就是結束值-1啦 所以這個概念 你要熟悉所以利用 FOR迴圈怎麼樣輸出像三角形 或者是說呢這個信號三角形呢 然後我們之前有一個救人馬表 那這個部分會需要用到兩個迴圈 那你也可以用一個迴圈啦 一個迴圈的話你可能就 必須要配合那個 Python有個特性就是 你用一個乘號 乘幾次他就會輸出幾個同樣的資源 那這個是 只有在 Python裡面可以這樣做啦 其他語言他沒辦法用乘上幾個 那個字緣他可以輸出幾次 那其他還有像那個用 同樣的方法你也可以改用壞迴圈 那這個壞迴圈跟FOR迴圈最大的差別是 那個FOR迴圈我前面講過嘛 FOR迴圈他一定是一個初始值 結束值-1嘛 那壞迴圈的話呢 他跟FOR迴圈 最大的差別是他 這個壞迴圈後面是不是放一個範圍 而是放一個那個什麼呢 邏輯 那一定是當那個邏輯為初的時候 才會進到他下面的那個迴圈 那不過另外還有兩點就是他沒有初始值 他也沒有不進值 所以你可能要在 開頭的地方給那個初始值 比如說他 假設你要把那個 99乘馬表改成壞迴圈 因為上面要初始值i或j等於1 讓他從1開始 那在那個程式裡面要不進 要必須把它j或者i 加等於1啦 就是j等於j加1 這樣的敘述 那再來呢 上禮拜有還有 總共有大概4道題目 比如說直數的判斷 這個要怎麼做 另外的話 MANS 那我有demo就是說 他會自動從那個1到12月份 去抓一個英文的名稱 那英文名稱其實你可以從ecell裡面啦 你打一個1月的 Generate那個 像又填滿他也會自動幫你把 其他月份帶出來 那我們 把這個 1到12月 的資料 隨機抓一個出來 然後呢 比對一下 看一下你填的 跟你 這個配對的那個 月份的英文名稱 是不是有match 如果match 那 你就答對了 反之答錯 但是如果你沒有答對 他那個回圈是 無窮回圈 就是你沒有答對 就會一直跑 直到你一定要答對 當然這個地方還可以做變話題啦 比如說 出 幾次 反正就是 那這個大家還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英文單字練習 強迫他一定要 答對 比如你出10道題 然後呢 隨機抽 10個題目出來 並且記錄他是不是有答對 答對的話 今天 所以這個部分當然 比如說他 可以把它 用在 所謂的那個 小學生 中學生 客服班裡面 然後裡面 你就把那個 提庫先設計好 然後亂數抽 答對之後呢 他才可以下課 有沒有 如果客服班這樣子玩 那這樣其實對他來講也蠻有挑戰性的 其實小 我發現小朋友很喜歡玩遊戲 而且喜歡 那個挑戰 另外呢 很喜歡跟別人比較 所以你也可以怎麼 設一個時鐘 我們現在 甚至最後可以做連線版 連線版 我們一起來比賽喔 那看誰 速度最快 然後呢 答對最多 然後有獎品 對不對 那獎品可能也沒什麼啦 不過可能給他們一些他們喜歡的東西啊 我想他們就會玩得非常開心 這個當然你也可以用配合Python來說 這是非常簡單的事情 因為我發現了Python 應該 為什麼會這麼夯喔 其實他有很大的特性 就是他的程式語法真的非常的簡潔 如果相較於像那個 Java來說的話 他很多地方 都是大概一兩行就可以搞定 尤其像 後面還會再提到像什麼 那個網路爬蟲功能有沒有 其實他 跟以前我們學Java 我也做過同樣的東西 我發現喔那個 光 某些部分喔 他的程式語法簡潔喔 你就感覺到哇這實在太好用了 有很多地方都不用寫 他已經有相對的套件喔 你就可以 很快的把資料抓下來 然後做你要處理 把你要的東西抓出來 相對的簡潔很多啦 以這個例子 我想各位可以 把這個曼史 這部分 可以再 想想看 那還有猜拳 剪刀石頭布 那這個地方當然 可能會牽涉到幾個啦 就是你要 我是 也是一個串列 這個串列裡面就是123 就是剪刀石頭布 那 一樣會需要有一個 亂數的 功能 這個亂數功能就是說 電腦先出 剪刀石頭布 你可以從123裡面抓一個 再跟你出的 比如說你也出剪刀石頭布 比一下 那怎麼比呢 反正你一定會有 三種情況 一個是你贏的 比如說你出剪刀 那你什麼 你 剪刀的話 你贏的話 一定是他出布 如果你出石頭 那一定他出剪刀嘛 你出布 他一定是 出石頭 這是你贏的情況 你可能要把 贏的情況 輸的情況 還有平手的情況 全部都判斷出來 判斷出來之後的話 那你把它顯示 比如說你出什麼 他出什麼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也可能必須用到前面我們所講到的 相關 還有紙骰子 那我這邊紙骰子 總共呢 有6顆骰子 那骰子一定是1到6啦 所以我亂數 也是這個地方 還是用到亂數 然後呢我隨機抽了 6個骰子 然後呢 比大小 反正比18 以下就小 18以上 那就大 那這個地方怎麼做 我想這邊後面有 4個題目 請各位也許稍微 再看一下 那我一樣有把那個 這個 我們的 畫面 放在雲端上面 所以你也可以稍微 稍微看一下 那程式碼部分的話 我那個MANCE CAI這個也有放 不過我是建議啦 如果你實在 剛開始還是最好可以想一想有哪些東西 也許你有些部分不太清楚 沒關係 你可以參考一下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 呃 直數 這個直數 好像我們上個禮拜有講到 所以這一題給各位練習 那再來等一下我們來看那個MANCE CAI這一題 裡面可能比較重要 你們可能 需要學會的 第一個就是你要怎麼把12個月份 放在一個 串列裡面 串列其實就LIST了 這個LIST裡面 那LIST其實就是可以放 多個自串 在裡面 那有1到12月的 自串 然後呢 隨機裡面抽 隨機的話呢 會需要用到一個 一個套件 叫Random 這個Random裡面的話 有一個方法叫 Random range 隨機抽 那這個隨機抽的話一定是初始值 加 結束值-1 所以如果我要0到 11的話 那可以用這個方法 那為什麼從0開始 因為他的所影值一定從0 所以這個一定是0 1月是0 那12月的話就11 一定是 減1 所以我們如果要亂數去抽裡面 的 資料的話 可以用Random 的這個 這個套件 然後呢 我們用Random range去抓 一個數字 比如說他如果要抓2月的話那就 亂數過來就1啦 如果Mas裡面是1的話 他就會抓到這個數字 這個這個這個字 然後呢 跟你 輸入的比對一下 一不一樣 如果一樣的話就跳0 這個我想請各位 先把那個 這邊有四道題目 稍微先看一下 那也許待會我們先來看一下那個Mas CI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是一定要動手做 那裡面因為這邊有個清單 所以呢 你可能 如果要產生這個清單 其實我是從Excel裡面 我上禮拜有Demo過 其實你可以打一個January 然後向右填滿 然後我再把怎麼樣 補上這個 雙引號 前後雙引號 然後呢 加上這些之後的話 我就把它加在 程式裡面我們來看好了 那裡面的話呢 大概就 一定要先產生一個清單 所以未來如果說你是一個清單的資料的話 那通常 會 把它放在一個所謂的串列 那串列呢 有一個特性就是前後 一定要是 中瓜糊 反正你中瓜糊 開頭跟結尾 中間裡面的東西 就是一個串列 那這個所謂的串列 就是說呢 一個變數裡面呢 你可以放很多個 很多個資料 多重的資料 OK 那 這個有點像那個 其他語言的 所謂的政列 那其他語言的政列 有個特性就是要放一樣的資料 比如說你放 自串就全部都要是自串 放 數字 整數的話 全部都要放整數 但是呢 在list 不太一樣 他雖然也可以放很多 另外 他還有一個特性就是你可以放不同 形態的資料 比如說你可以 放自串 你也可以放 整數 你也可以放其他形態資料 在 甚至你可以在 那個什麼 串列裡面 再放串列 還蠻奇妙的 所以他的用法 是蠻多的 不過我們現在比較單純的就是我們通通放自串 那我放什麼 我放那個 1到12月的英文名稱 那記得 前後我習慣 當然你可以用單引號或雙引號 不過呢 我的習慣 全部都把它用雙引號 因為為什麼 因為統一嘛 以前都用雙引號 現在如果用單引號 感覺怪怪的 但是我看蠻多書裡面 都習慣用單引號 那我的習慣是全部把它乾脆改 改成一字好了 全部都用 這個 雙引號就好了 不然的話有單有雙 有同學說奇怪 老師這邊為什麼雙這邊有單 到底是哪個正確 其實兩個都正確啦 可是就是寫作習慣 我建議是 你要慢慢養成一字性 那最後的話呢 因為這邊有12個清單 12個月份 所以呢 這個你會發現 應該會串 串這麼長 那串這麼長 變成有個缺點 你如果要看到 右邊的東西 你變成要捲軸拉過來 拉過去 那未來如果你遇到 比如說你這個 資料很長的時候 對不對 那你要把它換下一行 你不能隨便直接按Enter 如果隨便按Enter 在 Java裡面是OK的 可以 齁 那 但是在Python裡面 很抱歉不行 為什麼 因為它不會把這一行跟下一行當成同一行 如果你要把上一行 跟下一行當成同一行